近日火爆的《华灯初》上除了全新的剧情走向引起大家热意外 其中还有惊现不少新的客串角色 如徐若萱、王静、吴康仁等大咖 几乎半个演艺圈的演员都来助阵 就连林心如的老公霍建华都情意相挺 饰演苏清怡的弟弟 霍建华可谓是第二季的一大吸睛亮点 凶狠形象完全反转粉丝过往对他的印象 其实41岁的霍建华一直梦想有机会出演反派角色 只可惜先前作品多半是浪漫爱情剧的男主角 心中不免有一些小遗憾 这次不仅是丽婷老婆到底 据悉他这次客串是完全免费没有片酬 同为总制作人的戴天意也证实这件事 还幽默表示他没领钱就靠林心如赔税了 十分风趣 很多网友表示别人都是友情客串 他是爱情客串 毕竟如果真的发片酬 怕是霍建华也得不到 在综艺节目中霍建华要请客吃饭 但是卡里没钱便打电话给林心如 林心如的回答却是忘记了给霍建华打生活费 家中的财政大权是掌握在林心如的手中 所以有没有片酬都一样 华登初上也算是林心如的一次尝试和转型 为了拍出更多好作品 不专注于演员身份 这样的转变需要很大的魄力 如今有了老公的鼎力支持 相信会更加的火爆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